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全球电动车时代来临 我国政府现阶段豁免各种 针对电动车税收和费用之后 去年2023年 我国电动车的销量 有非常积极的增长 全年有超过15000辆的电动车上路 虽然相较于燃油车的年销量 还有买卖 国内电动车的数量 只是占极少数 但是政府就放眼 要在2025年 让大马进入电动车元年 所以相信电动车的市场 将会有跳跃式的成长 而交通部呢 今天也对这股电动车的趋势 有了最新宣布 交通部长陆兆福 今天开记者会公布了 电动车路税的最新架构时说 目前政府豁免电动车路税的措施 将持续到明年2025年12月31号 而从后年2026年开始 才会征收电动车路税 陆兆福说 这是政府为了要鼓励人民使用电动车的举措 同时强调政府将会确保电动车的路税是可负担的 会给予车主更低的路税优惠 言下之意就是呢 你现在买电动车 你也不用太担心 以后的路税会变得很贵就是了 好啦那部长说电动车的路税不贵不贵 那我们就换个角度来看 今天公布的这个最新的电动车路税架构 它到底有多便宜呢 便宜 那陆兆福就说从2026年开始 交通部呢将会根据电动车马达的输出功率 也就是所谓的kw千瓦特来计算电动车的路税 所以低价呢从70令吉起跳 和燃油车一样 那只要电动车的马达输出功率越大的话 车主要付出的路税就会越贵的意思了 电动车路税的计算方式呢 是分成100千瓦特以下 101千瓦特到210千瓦特 201千瓦特到310千瓦特等等组别以此类推 那么每个组别呢 都会有各自的最低价跟最高价 同时每增加10千瓦特的功率 就会在那个组别里面 以渐进的方式增加10令吉以上的费用 听到晕头站下了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给大家说一说 很简单 有一台电动车 它的马达输出功率是110千瓦特 那么在这个组别底下呢 它最低的路税要给80令吉 因为这台车它在101千瓦特之后 它增加了10千瓦特 所以呢 它就要多给20令吉的费用 最后呢 这名车主大家看到 它总共要付的路税就是100令吉了 就是用这样叠加的方式来计算的啦 那有报道引述交通部提供的列表就提到说 目前在国内市场上呢 可以看到电动车路税最便宜的车款是 Hyundai Kona Elite 它是100千瓦的功率 那路税呢 只要70令吉 但是反过来 我们来看最贵的电动车路税呢 是购买保时捷 Porsche Taycan Turbo GT的这一台车款 它的输出功率呢 是760千瓦 所以每年的路税呀 就要缴交6715令吉 封简尤人了哈 好了 陆赵福在记者会上说呢 这一项会从2026年开始执行的电动车新路税架构 只适用于纯电动车 所谓的PVEV 还有呢 轻能汽车FCEV 那Hybrid的汽车是不计算在内的哈 原本呢 他们设定的这个架构在进行调整之后 就让电动车的路税比起之前设定的那一份 便宜了85% 并且说呢 每5年就会审查一次 陆赵福还预告了 交通部呢 准备要为电动车推出特别的车牌 方便消整局 他们在紧急救援的时候 比较容易分辨 电动车还有内燃式引擎车的相关不同 担告 比较離婚 敬礼婷 冬礼婷